尊敬的各位来宾 大家好 很高兴参加本次原作会议 并代表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发言 2020年8月31日 在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 第六次会员大会上 我荣幸的当选为 中国毛纺织行业第六届理事会会长 很高兴借这次机会 与各位国际毛纺织的同仁交流 也希望我的工作能够传承历史 为中国与国际毛纺织行业的合作与发展 做出贡献 今天我发言的主要内容是 关于中国消费治长与毛纺行业的恢复与发展 主要内容包括 一 国际毛纺产品消费市场受挫 中国毛纺产品提供恢复性贸易 二 中国国内消费市场逐步回难 民众消费和出口需求带动产业链复苏 三 中国毛纺织行业质量处于较低水平的运行 盈利能力和销售渠道仍在恢复 四 中速 长期以来 中国作为国际重要的羊毛等动物纤维 最大的进口国 制造国和产品出口国 与国际毛纺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长期合作 促进了国际毛纺共同体的稳定发展 近几年 特别是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加剧了国际政治的激烈竞争 贸易切断的威胁 人与人之间的风格 文明与文明的矛盾升级等等现象 此起彼伏 业内同仁共同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和不确定的宣游 国际毛纺行业市场变化跌宕起伏 中国在这次抗击新冠疫情的斗争中 坚持开放合作 守望相助 命运与共 风与共丹的宗旨 采取积极的抗疫政策 对中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负责 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 也加快了中国经济的复苏 2020年 中国抗击新冠疫情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社会和经济生活也得到了复苏 与上半年GDP负增长相比 一至三季度 中国的GDP同比增长0.6% 实现了由负转正 同时 2020年 中国国内人均 国民总收入突破1万美元 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2020年 中国的毛法行业 完备的产业链 为疫情中的国际贸易 提供了积极的支撑 出口城恢复性 中国毛法行业也积极进行战略调整 面对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和优势 利用中国具有全球最完整 规模最大的毛法工业体系 在中国实施扩大内需的形势下 更好联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 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全球毛房产业链的复苏 开拓新的发展思路 一 国际毛坊产品消费市场整体受挫 一 国际毛坊消费市场持续下滑 一至三季度 毛坊产品主要消费市场 进口毛坊产品的总规模跌幅进一步下滑 每日毛坊产品进口量 同比分别下跌了43%和31% 较一至七月 进口跌幅加大了2%到3个百分点 一到七月 欧盟毛坊产品进口量同比下降31% 跌幅也较一至五月 加大了7个百分点 中国的毛坊产品在这几个市场的占比 基本维持上一年的水平 毛坊的全球消费依然处于下滑 二中国毛坊产品对外出口数量缓慢恢复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 一至九月 羊毛加工制造产品出口总量 24.4万吨 同比下跌33% 出口额为32亿美元 跌幅为36% 累计出口量与出口额的跌幅 与上年跌幅相比 均回升了7个百分点 受到国际毛坊消费低迷影响 毛坊产品出口的恢复速度 明显低于国内毛坊生产的恢复速度 由于中国具有完整的毛坊产业链 在国际市场有刚性需求 疫情又造成国际产业链不畅通 中国毛坊行业承接的订单 满足了市场刚性需求 自五月以来 中国毛坊产品的出口量和出口额都逐页上升 从出口产品看 毛沙线和毛针织服装出口情况 呈现了较快恢复 表现出与恢复相同的形式 二 中国国内市场消费逐步回暖 民众消费和出口需求带动产业链复苏 一 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回暖 中国消费市场在2020年下半年逐步复苏 居民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市场活力提升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续三个月同比正增长 10月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3% 增速比9月份加快1.0个百分点 1至10月 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跌幅 收载至5.9% 二 中国服装零售市场逐步止跌 国内服装零售市场跌幅从3月以来持续收载 其中川内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加5.6% 限额以上单位服装等零售额同比跌幅收至9.7% 中国国内消费市场稳定恢复 中国国内消费市场稳定恢复 在搜索搜索 在搜索寻找茅仿产品 但不同产品情况有差异 1至3季度 茅房主要产品的产量跌幅处于稳定收窄的区间 1至10月 茅沙线累计产量15万吨 同比跌幅2% 累计产量跌幅从5月以来持续收窄 同期茅织物累计产量2.5亿亿米 同比跌幅16.5% 也处于跌幅收窄的区间 从月产量来看 茅沙线与茅织物的产量情况不尽相同 茅沙线月产量已经达到并超过上年同期水平 而茅织物产量仍明显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说明茅沙线所代表的茅真织产品和茅织物 所代表的茅缩织产品的市场比重的变化趋势 3.中国茅纺织行业运行质量处于较低水平 盈利能力和销售渠道仍待恢复 1.茅房行业利润空间减少 截止三季度 归上茅房企业累计营业收入923亿元 同比跌幅为8% 与年初相比跌幅已经大大收窄 但是茅畅企业的亏损面依然高达41% 平均利润力仅为1.2% 缴纺织业的平均水平有不小差距 可以看到目前企业的利润远远低于三年前的水平 2.企业开工重在维系生产正常运转 原料价格波动 终端产品价格等制约企业利润水平 从中保协的相关调研来看 企业利润的下滑主要源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 今年上半年 一方面 今年前半段受市场低迷影响 企业生产剧烈受挫 多数企业为了维护企业的生存 需要正常开工生产 投入精力 拓展市场 新产品研发不足 常规产品的利润空间受到挤压 另一方面 国际羊猫价格在前三季度快速下滑 不足以弥补终端产品价格下跌 生产成本上升 产成品库存压力增加等造成的成本上升 也影响了企业利润 三 猫仿产品的销售渠道仍在进一步恢复 前三季度 归上企业的生产库存有所减少 但是 产成品库存同比增长了8.3% 产成品周转率每年5.5次 较上年下滑了13.3% 同期 出口交货值下降37.8% 较上年同期下滑42个百分点 一方面 是企业减少了原辅料等的购入 另一方面 企业生产出的产品销售较慢 销售周期变长 销售渠道仍待改 进一步畅通 四 原料成本下滑 天文纤维用量复苏之后 一至九月 羊毛进口量为16.8万吨 同比下跌25.4% 综合来看 目前天然纤维在毛纺产品中使用的比例可能受到影响 羊毛原列的消费量恢复慢于毛纺产品的恢复 这也体现在原料的价格上 前三季度 羊毛进口额12.9亿美元 同比下跌34.8% 其中 含脂毛进口量14万吨 同比下跌14.7% 洗净毛进口量2.5万吨 同比下跌49% 四 综速 2020年 中国积极的疫情防控措施得力 复工复产 持续推进 茅房企业开拓客户 更多企业积极关注国内市场 生产和销售都有所恢复 未来国际吸引制依然严峻 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但中国开放合作的政策不变 2020年10月15日 由东盟十国发起的包括中国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 15国共同签订了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中国也明确表态 积极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 CPTTP的谈判 RCEP签订 相关国家将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而在这个区域内 茅房产品也拥有从原料生产 加工制成和消费的完整产业链 对于促进茅房产品的贸易和消费 有积极的影响 目前中国对RCEP其他国家的年出口额超过35亿美元 占茅房产品出口总额的约30% 同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又是最重要的羊毛进口国 期待未来在自由贸易的框架下 茅房产品能够实践更好的流通和消费 未来世界经济的复苏将是一个漫长 不均衡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 茅房行业拥有较长的产业链 涉及更多的环节 从羊毛生产到制作出最终产品 需要更长的周期 价值传导相对较慢 因此我们应更加关注和维护产业链的完整性 供应链的安全性 价值链的有效传导 各位同仁 我们应秉持合作开放 包容资律改革发展的信念 共同促进国际毛纺行业 可持续健康的发展 也希望在疫情得到控制以后 我们能有机会面对面的交流 谢谢各位 最后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